另外花蓮市原客嘉年华 从8号开始一连三天 在花蓮市民权四街盛大的举办 活动中除了有汇集特色四集 歌舞表演活动之外 还有美食闯关 打造了多元族群的文化饗宴 吸引了上千人次前来共襄盛举 一同认识花蓮在地的族群文化 超懵命 民众只要完成闯关 就能免费获得美食兑换券 其中包含烤全猪月桃飞鱼饭 以及客家晚宫饭等特色美食 让现场集满排队人潮 我觉得这个活动还不错 可以让我们学习客家的文化 语言还有他们的食物 对那我觉得来这边可以收获蛮多的 算喜欢因为有很多好吃的 花蓮市原客嘉年华 从8号开始一连三天 在喜宾新旅旁 民权市街省大举行 活动除了汇集 特色市集 歌舞表演 还有美食闯关 打造多元族群文化饗宴 信上千人 共襄盛举 而现场还可以兑换文件站长者 亲手做的 各式编织图腾钥匙圈 和手做环保水壶带 让民众在了解在地文化的同时 也能打饱口服 满载而归 那我们也希望说 透过这样的元客嘉年华 让大家可以更了解原住民 以及客家的一些文化 那现场有很多手做的诗集 跟很多的表演单位 那在这边还有我们的烤乳猪 那也要谢谢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 一起来参加 那未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办理更盛大 或是我们来做一个创新的一个元客的嘉年华 也希望说未来大家 请大家一同来参与我们这样的活动 主题市集结合各族群美食及手工艺品 让前往寻宝的民众若移不绝 而活动也特别推出年底感恩抽大奖 预计在18号将会抽出幸运得主 摩采奖品包含iPhone15 笔记型电脑 以及万元机票抵用券等等 还有多项加码豪利 总价值超过新台币10万元 记者徐立琴华林士报导